来 让我们掌声请出 第一位求职者 张莉莉 23岁 周中学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来自黑龙江省 大庆市的一个东北女孩 我叫张莉莉 今年23岁 我是一个东方舞教练 从事东方舞这个职业 已经有六年的时间 这次来到非女莫属的舞台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平台 能够更好地展现自我 然后继续从事 东方舞的这个职业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欢迎你 张莉莉 我想问何文一个问题 请教您 什么叫东方舞啊 是不是一种古典的舞蹈 说实话 我对舞蹈完全是个文外汉 我其实对于舞蹈 你不懂就不要瞎说 什么是东方舞 哈尔 这个黑龙江人 东方舞就是东北的大秧歌 一会儿你听吧 那这库尔特说的对吗 不对 也不对啊 这是应该啪啪打脸你们 那这个东方舞究竟是啥呢 其实来找工作 我们的企业家水平也很有 就这样啊 不是 我跟你说张莉莉 刚才大卫老师这么问你 其实这就是一场职场情商课 证明你这个职场情商还欠点 那也不一定 可能你不在人家的情商范围内 超零了 我们让他自己公布一下答案吧 什么叫东方舞啊 东方舞其实它是起源于 中东地区的阿拉伯那边的一些 很多风格 比方说波斯地区的 或者是还有一些埃及的 一些很多民俗的一些东西 是以健身为主 就是我们所说的肚皮舞 但是你这么一说的 我感觉就应该叫中东舞更合适 不是 其实东方舞的俗称叫肚皮舞 对 起源于阿拉伯 对 百度了一下 对 是呢 可是瑜伽馆里面都会有肚皮舞 一般是吧 没有 没有 我们是一家专业的瑜伽馆 就没有肚皮舞 那我去 太有专业了 那你考虑说增添一项 有关肚皮舞的教学吗 我想看一看这个莉莉的综合素质 以及表现 对 看见了吗 这就是主持人的作用 我就给你在和门那儿啊 先挖个坑 是吧 留个悬念 但是我想问你就是啥呢 就是 你看库尔特也是东北人 我也是东北人 确实 你说一个东北的女孩 你是如何和 起源于中东的肚皮舞结缘的呢 是这样的 其实我小的时候 因为我生下来就很胖 我妈就在我四岁的时候 就送我去学民族舞 就觉得我体型能更好一点 然后后来就发现 我跳舞倒是挺软的 然后学东西也挺快的 可是还不瘦 然后大家一起演出比赛什么的 老师有时候不让我上 因为每次都不知道让我站哪儿 后来那我妈说咋整啊 那就学拉丁舞吧 因为拉丁舞就你一个女孩 拉丁舞也不行啊 你这一个动作错了 那个男舞者那脚掌就穿了 抬不动 你有点危险啊 对 然后其实困难也挺多 但是因为可能我觉得 虽然我胖是胖 但是我还挺喜欢这个舞蹈的 后来的时候就在那个网上 看到了一个东方舞的 那时候都叫肚皮舞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女的 她就是大长头发可长了 然后呢还有点肉肉的 我说哎 这个妈你看我行 我也有肉我也有头发 然后就到那块试刻老师 我妈又先问老师说 你看我姑娘适合不 其实我啥也没干 那老师说特别适合 她觉得你有天分 她说你姑娘就是 完全的阿拉伯身材 腰细屁股大腿粗 然后就大家觉得 我肖母子儿的 然后呢像把我当小孩似的 后来就留校了 然后就到现在为止 一直都是继续做这个职业 学了多少年了 学了我是16岁学的 16岁学的 学到现在23 对 因为像我们挑东方舞这个吧 很多都是半路出家的 就是课班的很少 是从小学这个职业很少 几乎有很多都是比方说 她是健身房接触的 然后呢她觉得 哎 这个东西包容性很大 都是女性吗 有男性学吗 有 其实有的很简单 她们有的就是陪女朋友 一开始 结果她比女朋友跳得还好 哎 教我们一个男boss 你不说男生可以跳吗 可以啊 你觉得哪一个男boss 适合跳这个 上风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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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风总没有比你更合适的 你这你有天分 对 你关键上风总有肚子 可以啊 上风总你把那个西装扣 来 有请王上风 你看不出来吧 我们这位王上风先生啊 也是有腹肌的 一块儿 叮叮叮叮叮 好 其实可以这样的 就是一个很简单 然后呢我们先直立站好 膝盖竖直向下 将我们的骨盆前倾 哎 可以啊 就这样把你的肚子 完全都展示给大家 那个上方把一个手 放在后背 这样的 将我这样的 对哎 小心小心 那个西装扣子绷了 然后呢将我们的腹部向里去吸气 我们的骨盆竖直向下去给它沉 它的骨盆在那儿 那你可以这样的 如果你做不到 你可以让它膝盖弯曲一点 对 然后收腹 夏峰总 你已经六个月了 六个月了 对 然后向后 撅屁股 对了 脚后盖踩住了 对了 哎 可以 好 大家一起做啊 推 收 接 再一次 推 收 接 脚后盖踩住了 我老爸上风总有什么要吐出来 你知道吗 有点感觉 他刚才说你箱子掉吐出来一样 其实你要把这个东西咽下去 就先吐出来再咽下去 因为我们刚才 这个动作叫骆驼 然后呢我们刚才做的是正骆驼 我们讲课的时候真的是这样说 你要像你吃了一个东西一样 然后呢给它慢慢地咽下去 然后他说像吐出来 那个就是反的了 就是你要肚子里面有个东西 然后给它吐出来 这就是反的 真的是吐出来 脖子得往外伸 连续弄一下 我看一下 连续弄一下 吐不出来 这是正的 然后反的 看像一个骆驼的驼风一样 老师 你看我这有前途吗 有前途 好 谢谢 不客气 我觉得这个莉莉在舞台上 就是比我们其他的选手 好的地方在哪 就占有那种激情 虽然吓我一跳 但是这个就是叫她 记住了动作的要领 特别棒 为你点赞 谢谢 你有参加过什么比赛 拿过什么奖吗 2019年的时候是在东北三省 东方舞国际大赛上 然后获得了全场舞王 然后2020年的时候 代表中国参加了乌克兰国际 东方舞大赛 在民俗组的第三 2020年好像还参加了第14届 这个肚皮舞锦标赛 对 然后拿了一个最佳视觉奖 对 对吧 那你学肚皮舞学到现在 今天来到这儿 你想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销售 不 想干什么呀 我想要继续去做我的这个舞蹈 肚皮舞 对 就是很简单地去跳舞 然后教学生 一定要跟何文在接下来的互动当中 加油 积极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来 第一环节的最后 企业家们做出你们的选择 成绩不错 好 接下来我们共同进入到张莉莉 第二环节 天生我有才 好 吃 吃 吃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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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跳舞 好 好棒 这个全场跳得最好的 自然是我们的求职者张莉莉 全场跳得第二好的 你们猜是谁 叶院长 叶院长 我们都发现了 对 我的那个角度上看 叶院 我们都发现了 对 我觉得这个特受邀这个 这医生随时都不忘了本哈 就是我曾经冒昧地去尝试了一下 肚皮舞的 就她那肚皮舞跳的 就是那个臀 电臀那个频率一分钟 比你的至少要快到五倍 而且她每一个动作带出来的韵味 就是非常的有那个 就是阿拉伯那种风情 坦率地说 我在你的身上 但我没有感受到 但是莉莉 我看完你这个舞蹈 我总结一句话 就跟职场有关的 我觉得不管是职场还是跳舞 那种投入地做一件事情 都会给人一种美感 谢谢老师 而且她在整个的表演当中 她的面表情是非常的漂亮 挺好 我觉得她现在说话的时候 就是一种风格 就是很甜美 然后她跳舞的时候 拳琴投入 突然是一种火辣的感觉 是吧 对 我觉得充满了力量 我倒是不太认同 我跟你群很像 我觉得我很喜欢 你的甜美的状态 但要从肚皮舞本身的专业上来 我觉得跟我还是挺大的反差 反差就在于音乐 和那个你的表现力 和那个情景当中的东西 我觉得没有办法 让我觉得是融在一起 而且我也觉得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虽然很有感染力 就看起来很有充满活力 但我感觉就是在 如果是作为老师来讲的话 比如说我要不要向你学习 你的课程 我会不会为此买单 我可能就会犹豫一下 我想说一下 因为大家很多人 都不太去了解这个东方舞 然后我想介绍一下 刚才我跳的是 属于Belody的风格 它是属于埃及的民俗 可能有很多人认知东方舞 就像咱们说的肚皮舞 它可能就是像是老师说的 像我们在做臀部一样 他快就是好了 其实这个要分很多的风格 因为不同的技巧 它在不同的风格的展现的质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群姐 我觉得她刚才说的那个 你还是要虚心接受 就是说你对这个肚皮舞的欣赏水平 还停留在屁股抖动的频率上 那是不对的 那个是一个能力 你是否能达到那个 人家这段舞蹈不需要那个表现 不需要 对 你看男女的差异 莉莉 既然你今天是来求职的对吧 我想问你 就是你未来的五年规划 你是想以舞蹈为主呢 还是有可能去转做别的 就是比方说是打个比方 让我去做前台 可能我就会觉得 这个工作不适合我 因为我想要每天很努力地去想 我该每天去做什么 并且我想要去完成什么 能够达到就是说 我自己很开心 我完成了这件事情 但并不是说 是我每天如果做前台的话 我就是待会儿做 然后呢鞠个工 然后说你好 那你还回答我 那你还是回答我的问题就行了 就是未来五年规划 是专心做舞蹈 还是有可能做别的 还是专心做舞蹈 你的职业规划是什么 现在还没有职业规划 就是我现在如果说 让我现在马上回答 我肯定是继续做舞蹈 但是只是说 我觉得选择面前的话 你只有发现了之后 你才会有规划 因为你都没见过 你还哪来的规划呀 可是你才20多岁 你有无限的可能 在30之内都无限的可能 所以业院长问你这五年之内 你有没有无限的可能 其他的方向的发展 也给下面的企业家 有更多的选择你的机会 对 实际上她对职场是一个小白 但是我们不能够 去对这样的选手 用一个双一流大学生来要求 我觉得这样对选手 是不公平的 来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 张莉莉的职场情商课 你的部门领导 总是让你在下班后或周末 去给她的孩子补课 你感觉所有的时间 都被她占用了 你会怎么做 嗯 在电视频里面 对 我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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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东西 我就会怎么做 你会怎么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通过自己的案例来告诉你 希望你以后在处理类似情况的时候 你不仅有编辑感 还能够处理得更好 谢谢老师 其实我们很难做到职场和生活完全切割 包括我在内在座的12位企业家 和我们的人力资源专家 谁敢保证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完全不搭边呢 很难 有的时候职场之所以有奥妙 职场之所以难处理 它难就难在 生活和工作有的时候是互相交织的 对于各位老师给我的建议 我一定会在保持我本心的前提下 增加处理职场实行的方式方法 来 留灯的我们的十位企业家 做出你们的选择 其实后面大家面对还是很犹豫的 很多人想给你留一个不同的岗位 我觉得你是相对很自我的一个同学 在这里面的时候你可能听不出来 大家想说给你留灯的意愿 第二比如说在职场情商课里面 你那么直接的去做 其实职场很大一部分叫协同 还有很大一部分叫同理心 就当你真正占上风的时候 决定权在你手里的时候 你要记住在职场里 你不是永远都是你在上风 你有的时候你会弱势 你也会求助于别人 所以这个是在职场的一个协同 和共同的一个团队的一个精神 但在你身上我确实没有感受到 台上的12家企业 不能代表社会上的所有的企业 那你的东方舞肯定会有相应的公司 会特别喜欢特别欣赏你的舞蹈 所以我也希望你心下 多寻找一些更多的机会 潮汐说的对 今天你来到非你莫属 让所有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领略到了东方舞的魅力 我觉得此行不虚 也希望你能够从我们企业家的建议当中 汲取到对你有用的养分 感谢你来到非你莫属